大家好 我是张宝宝 欢迎收看地球的孩子 张宝宝刚刚正在打陀螺 这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玩的童玩游戏 不过大家知不知道 陀螺的台语要怎么讲 叫做甘露 那打陀螺呢 打陀螺就叫做怕甘露 还有再跟大家讲一些台语 像这个东西 台语叫做红啊飘 红啊飘哦 这个弹珠叫做 这台语有时候还稍微想一下 才记得起来呢 其实不只是童玩的名称 现在很多小朋友根本连台语都不会讲 那回到家以后阿公阿嬤又不会讲国语 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沟通 有时候真的是鸡同鸭讲 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在基隆的八度国小 他们设计了特别的台语活动 让小朋友有机会去练习 就他们真的进步不少了 我们现在赶快来看看 是什么样的课程活动 让他们的小朋友 台语变得这么练顿了呢 我们赶快去看看吧 这是鲜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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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鲜仔吃米 要做鲜仔 到现在就已经 有人吃那种东西 你的头发 好 现在都全装的丸子 鱼肉 刷到 撞到就装到的花骨 我知道这个是什么 搭棒球的 不是 烧鸡 不是 烧鸡 不是 烧鸡 白鸡不是 鱼头是哪个鱼头 鱼头 鱼头 鱼头是鱼头 好美丽喔 外面 老板 你今天怎么自己来 弟弟他去教室啊 去教室啊 今天阿嬷没带你来喔 阿嬷 金蚊 阿嬷还没用喔 你来北斗高小特赛有欢喜吗 有 有喔 好 阿你洗日间去教室 好 各位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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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大厨房听各位旅餐 请大家看警告大厨房 来请教室妈妈来说教室喔 阿嬷 阿嬷 阿嬷大家好 阿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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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还会邀请故事妈妈 来跟小朋友说过 小朋友你知道他现在拿的这张是什么吗 一张 这两个有什么不同 这个是绿的 还有一个呢 一个是白的 小朋友是天真 如果我们有办法给他多少东西 你说过时他有办法收到多少 这对他来说是很大的好处 再来请问哦 五位坐的时候 中途的时候 妈妈有叫你做什么 大 我知道 立岸 立岸站转对吗 知道有什么怎么破的 头有的 头有的 破掉才能立起来 但是还有一个 为什么破掉的 有个小宝宝 有个小宝宝 对 把里面有一些人拿出来 可以保准多久的 五位坐着 没吃 蜜蜜 蜜蜜蜜 蜜蜜蜜 有没有对东午节比较有印象 更有印象了 有吧 巴赌国小还有一个特别的语言阶梯 这里贴满了各种不同的语言 包括英文 原住民语 以及台语 这些可都是老师精心设计的教材呢 让小朋友每天经过的时候 也可以顺便学习语言 今天要来教您的 是一句的 一句的 颠颠颠的 来 水破落地 水破落地 南秋毁 南秋毁 那你没有啊 你不知道他的意思 好来 请说 水破到地了 很难收回 好像是黄以琳的歌吧 那他在讲的意思其实就是 他被别人讲的一句话伤害了 这句伤害人的话就像 破落地的水一样很难再收回去 其实每一周 只有一节课是不够的 他的确实是小孩子没有办法 让他所学习的融入在生活当中 那也因为这样呢 我们学校就朝着三个方面去努力 第一个就是整个环境的营造 那环境非常重要呢 它是从家庭 社区 学校来出发 阿嬷你好 妹妹什么 我买杯羊 我买杯羊 好 我买的 好了 羊吃吧 我买 买 啊 羊配 巧克力 东西啊 阿嬷我买巧克力 买几口 十口 好 那什么 买 买几口 三 三 你应该买三十的 你应该买三十 买三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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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四十块 来 三十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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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满啊 各种零食的甘马店啊 就位在学校的旁边 这个甘马店啊 是小朋友最喜欢来的地方 甘马店的阿嬷哦 也特别啊 和学校来配合 教导啊 每个来买东西的小朋友啊 讲台语 这些小孩来这里 你会跟他们说台语吗 我叫他说要说自己来 就要说自己来 要买什么呢 他就说了 还有像几个小孩 有男生来说到 听说他说法 不正常你会跟他讲的吗 会啦 有啦 你来我也不跟你说 对 我又不跟你说了 他如果买什么 要买什么 有啦都会说 这个比较好 这个比较好说 我说一块有说 我说一块有说 你来这里都跟阿嬷买什么 什么 蛤 你来这里买你买什么 买丸子啦 嗯 买丸子啦 买丸子啦 有啊 尽管那里 丢丁的 买 买 买 气球 买气球 买 夹骨子啦 夹骨子啦 这就是骨骨子啦 这也是骨骨子啦 那你怎么滚骨骨子啦 那怎么不骨骨子啦 对小朋友来说啊 甘妈常卖的东西哦 很特别耶 很多啊 都是别的地方买不到的哦 尤其是阿嬷 不但会教小朋友讲台语 还会亲自出毛 教授几招啊 怕甘露的 屁股呢 你怕甘露啊 你经验是怎么会怕的 你回来 手要刷骨子啦 刷骨子那些骨子 就要冲骨子 打下去 要刷骨子喔 刷骨子 你的头发要断断 好 好 干得出事了 如果小了我会的话大人 应该有点 这样很困难呢 对 这样啊 你的老婆 不知道啊 社区是我们孩子学习母语的 另外一个教室 那也因为这样呢 我们跟社区之间的互动会更绵密 孩子学起来会比较自在 这就是萨树藤啊 萨树藤啊 鸥头藤啊 鸥头藤啊 这就是豆瓜 豆瓜 其实啊 除了学校营造好的母语环境之外啊 学母语最好的地方啊 就是在家里面 就像伟宾啊 他的台语啊 为什么可以说得这么好 这要感谢他的阿公跟阿嬷 尤其是那个阿公 他特别坚持在家里面 一定要说台语 才不会忘记自己本来的语言 现在就让我们 赶快去他们家里面 看看他们怎么营造台语环境哦 伟宾的爸爸妈妈开早餐店 放假的时候伟宾啊总会来早餐店帮忙 他还会啊趁机啊 和客人说台语哦 加强练习 虽然伟宾啊 和阿嬷讲台语 不过到了写功课的时间啊 爸爸妈妈哦 讲的却是国语 国台语啊 双生态啊 是家里啊 常见的情况 你们是要说家里能公语 用什么语言去公论 大陆都讲国语啊 但是我知道我阿公 他都在忙地上学讲台语 因为我知道阿公阿嬷 他都在讲台语嘛 对啊 因为我小时候 我爸我妈也都是讲台语啊 现在是 伟宾的弟弟啊 红语 今年哦 才念小学一年级 因为啊 不会讲台语哦 要和阿公阿嬷沟通啊 实在有点困难 弟弟你完全听不懂台语哦 我听不懂 听不懂 我听不懂 阿公阿嬷跟你说台语 会不会说话 台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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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不懂 阿公跟你说台语 听不懂 你是 你们要怎么沟通 就基本 基本的他会啦 就 一般生活上 比较惨讲的 哇 雷七 雷七 雷七啊 那就是鸭鸭啦 就是要关关系就对了 鸭鸭鸭 老婆都说故意 那国语课本 叫了国语课本 他是念国语的啊 不可能说 國语课本 就给他翻成台语的啊 对啊 一 棒 鑽去 墓 墓 墓 那吗 墓 墓 墓 沟 墓 水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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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英語 喔 英語喔 但是... 但是小孩沒辦法 小孩是小孩 小孩是小孩 他本來... 我們也是不整形的阿嬤 但是我們在說 我們跟他說的時候 都說台語有可能有 國語也有啦 不是說沒有啦 我們以前都叫我爺爺 他說... 阿嬤... 就說阿嬤啦 我還不認同啦 阿嬤也是還不認同啦 我就趁他沒注意 一個人去水面的山... 李勝 你說兩隻屁你會想到你小嗎 阿嬤啦 兩隻屁我會想到... 以前我們小了 就是差不多就整形啦 那都... 像水高的... 像那些水高的... 那些都寬青的 那些都才流生水的 阿... 就像我剛那個...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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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路牙嘛 吉林路牙... 那些... 那些... 還有殘... 還有那個... 水高 阿... 你剛才那個... 以前都... 都... 都... 全殘的 那些... 我還要養到頭... 你不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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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阿嬤... 跟你講... 這高雷菜... 來... 你... 哪一顆啊 你講... 這一顆...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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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動... 哦... 你拿... 高雷菜... 哦... 這高雷菜... 這給我高雷菜... 這沒有殘農... 又全扛你... 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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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阿嬤跟你講... 這紅菜... 紅菜... 把它拌起來... 來... 兩支... 兩支手拌... 這紅菜... 這紅菜... 對... 對... 這紅菜... 就是... 它這個... 它拌... 它拌的就是... 用... 用... 一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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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不是用... 一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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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整棟... 這不是... 整棟... 所以... 要... 一棟... 一棟... 整得... 好... 好... 放在旁邊... 你讓我摸一棟... 喂... 你這樣... 你好... 小小姐好... 他比較好溝通... 然後... 親子關係又比較密切... 不會... 台語是... 有... 好像有... 比較... 比較好溝通... 像這個... 這個車... 他就... 他就比我阿公... 比較厲害了... 哈哈... 很厲害哦... 他還會... 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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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什麼好菜... 什麼好菜... 韋斌啊... 認真學習... 阿公阿嬤的台語... 和阿公阿嬤的溝通啊... 零障礙... 因此啊... 祖孫倆的感情啊... 很好... 家裡啊... 也養育著... 和諧歡樂的氣氛... 這比較新鮮啦... 郭仔吃不太吃啊... 吃... 吃高麗菜哦... 高麗菜哦... 吃菜... 吃一點慢慢的... 是不是要吃... 好啊... 吃... 吃... 這個... 很緊要跟...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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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麗菜... 很多同學啊... 都會有這樣的困擾... 在學校啊... 上了每個禮拜啊... 一堂課的母語課之後啊... 回到家裡面啊... 根本很快就忘記了... 所以小朋友啊... 要跟尾兵一樣喔... 趕快去找你的... 阿公阿媽來練習喔... 因為一種語言啊... 一定要不斷的練習喔... 才會變成自己... 真正會的東西呢... 那學校啊... 為了考驗啊... 尾兵他們台語的實力喔... 安排了特別的課程喔... 就是要讓尾兵跟同學們啊... 到傳統市場去買菜... 而且規定喔... 只能用台語耶... 那到底會發生什麼... 爆笑的事情呢... 這朋友好...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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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同時老師跟你們很多母語... 你們學到怎樣呢... 知道... 很好... 很好... 待會你們要用台語跟... 阿公阿嬤買菜喔... 對不對... 好... 你們用台語跟阿公阿嬤買菜... 才會知道你們家裡的性格多少... 所以待會要好好表現... 好嗎... 好... 來... 來... 其他男人才吃啦... 買菜... 來... 來... 你們看這是什麼呢... 鴦... 好 鮑魚不用人家說 茄子 這是什麼樣的材料 這是什麼 白 葡萄菜 葡萄菜 好 真好 上面告訴我 鵬哥在哪裡 鵬哥 什麼啊 這裡 吃喔 這鵬哥的喔 好吃嗎 好吃 你問阿公 鵬哥一隻多少 阿公 一斤多少 七十 七十 五斤多少 一斤七十斤多少 一斤七十斤多少 你的數學還要學咧 鵬哥 鵬哥校長的一番教導 接下來 韋斌和同學 要上場買菜囉 他們的台語 到底行不行啊 阿嬤 你好 好啊 我們要一斤 跟鴨茶 來 現在現在都要買拔辣 那一斤五斤 好 多少 六斤 來 謝謝阿嬤 這要配什麼 配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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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 幾百元 好 四顆來 好 謝謝 謝謝 不過其他青菜的台語怎麼講啊 可是高島偉賓喔 阿嬤這是什麼菜 這叫做建南菜 台語叫做建牛仔菜 建牛仔菜 對 這是什麼 菠菜 台語叫做薄蓮仔菜 薄蓮仔菜 這個掛菜 台語掛菜 鍋魚叫做 蓋菜 掛菜 對 蓋菜 這是台東 台東 這 刺瓜 刺瓜 這也刺瓜 這也刺瓜 這 長桃 長桃 阿嬤的東西 通過市場買菜的考驗後啊 接著來到巴渡國小的文物體驗場 這些阿公阿嬤使用了器具 而偉賓和同學究竟又了解多少呢 豬頭是哪裡的 豬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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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來找豬頭在哪裡 我知道了 來 這隻 這叫做豬頭 豬頭要創什麼 我知道 那個 蝦 蝦那個 那個不要煮 要尾頭對不對 好 這樣寫字可以 尾頭用豬頭 豬頭 不是那顆豬頭 我們現在來找豬頭 不知道在哪裡 我知道 豬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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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走到喔 豬頭 豬頭 來 你說豬頭要做什麼 就是 豬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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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還有一個 不一樣的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一個 我們來看這一個 我看看誰知道這個是什麼 豬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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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豬不小心 豬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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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quitect 豬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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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看過阿嬤拿嗎 沒有 好啊 我又發現一個很奇怪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魚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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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要做什麼 這要做什麼 做什麼 抓魚 抓魚齁 抓魚齁 抓魚的時候 在溪裡面抓魚 然後魚走一路 這個關起來 就不會再走出來了 那麵點這個是什麼 沒錯 這個叫做鑑巴 沒有人比胎 沒有人說做鑑巴 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撻米粉 抓米粉 抓米粉 這可以做很多東西 阿嬤如果妳做鑑巴的時候 有沒有看 沒有 做鑑巴 抓米粉 都沒有看 做鑑巴也可以 剛才外面說抓米粉也可以 透過模擬的學習 其實在孩子身上 看到它的反應不一樣 講模擬本身就是比較親切 拉近距離 所以從孩子身上 我看到孩子 在反應能力上進步很多 因為其實母語本身就是 讓孩子懂得 飲水思源 看到本土文化的美 那在孩子身上 尤其在委賓身上 感覺他的禮貌很不一樣 就是早上一大早 看到老師 看到校長會打招呼 這是很自然而然的 以前也用彈役猛喝 這個是很感動的地方 就像校長說的一樣啊 就像校長說的一樣啊 推動台語的目的啊 不只是要讓小朋友啊 可以跟老人家溝通 最重要是在這過程當中啊 可以學習到很多老人家的智慧呢 那今天是短午節啊 相信小朋友啊 也可以從剛剛影片當中啊 故事媽媽教的喔 學會了華龍舟 或是粽子的台語怎麼講 你也可以趕快回家 去教教你的家人喔 好 那張爸爸也要趕快回家喔 去教我的小朋友 台語怎麼講 比如說粽子叫做髒 還有我要叫他們帕乾肉 天生溫暖旅途 天生溫暖旅途